你能把这款短发整个裁剪流程看完 说明你是一个老师傅了 同时你对技术是有情怀的 那么先阐述一下这款短发在裁剪之前的主题 以及我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什么 模特是一个化妆师 同时也是一个服装搭配师 他自己的level就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以前一直是喜欢偏个性一点 街头一点和朋克一点这种视觉的造型 所以结合他的喜好 我在脸侧裁剪的时候 是选择先把边角的区域去保留住 选择一个断层 建立一个轻堆积层次保留边角的长度 边角是吹干之后我们的进行设定 而后的区域我是选择反曲线层次进行修剪 这样是保留我们下区的长度 而我们也可以完全把边角剪得比较干净 后区结合反曲线层次 这样得到这个狼尾的视觉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后区的分区 是一个梯形的分区 这样是有效的去裁剪我目标的区域 建立轻盈动感和预留长度的区域 后区的下区 我是保留两到三公分的长度不进行修剪 上面这里的长度我是选择横向提拉 建立轻堆积的层次 这样是让我们产生比较好的一个重量的铺垫 当我们把两侧的边角的长度设定在我们的下额线 第一款得到的结果就已经呈现了 后区上区再建立轻堆积的层次 作为衔接三角堆积 进行随头形进行提拉 不产生偏移和提拉方向 这样堆积建立的是比较圆润 同时我们的立体饱满度也是比较自然的 而整个后区所建立的饱满度和提拉的角度 一定是根据模特的头形发质发展来决定提升的角度 以及我们剪什么样的形状产生什么样的流向 而它的发质是比较后区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的这个建立是平行头皮提拉 逐渐转变成随头形去角膜圆的结构 这样的话层次的圆润度就非常自然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模特的刘海和两侧的边缘层次 还有它现在的发色都是自己染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跟它做任何的颜色操作 过一段时间它做完颜色之后的结果 我再会发出来给大家去做分享 当我们把后区的饱满度建立好了之后 底下的长度是随意设定的 我们即使不需要底下的长度 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短发 在它上区这里裁剪的时候 把刘海的去保留住 我们以脸侧建立轻堆积的长度 做引导 顶部修行一个方形切口 一个去除层次 慢慢的去把脸侧的转角进行磨圆 制造一些动感 再去用划剪的方式 把刘海向脸侧进行提拉 划削刘海多余的长度 这样可以制造偏分 也可以制造充分 同时可以把刘海修剪比较柔和 产生一些碎的刘海 制造一个不同表现的方式 而我在这里选择 是把刘海做一个柔和 处理干发的手机产生顿挫感 相信你看到这里 对每个区域不同的 裁剪的结果的呈现方式 一定是对你有帮助的 但是别忘记点个赞 施发的结果 其实已经是非常好看的 一个偏酷感的短发 去干之后 我们结合本身的结构 修饰它切口的细腻度 把下去这里毛躁的 进行一个修饰 再去把耳后反曲线区域 进行一个根部区量 收窄两侧 把切口的柔和度 进行一个细腻 这里主要做的结果 是收紧两侧 再把上去圆形堆积的 进行点减细腻 还原原有的结构 我还用了牙点 去切除耳上点多余的发亮 再把我们轻堆积的切口 点减柔和细腻 让我们的侧面看起来 是一个硬线条的视觉 这是跟它颜色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时候 所呈现的视觉 是非常好看的 有边角的柔和度 有堆积的硬朗的线条 如果颜色做统一的情况下 也是非常均匀心理的 那正因为 现在这个颜色 产生的视觉 也是非常好看的 这时候我再把刘海 这里建立两个 不同的轻堆积的切口 简单去滑一下 刘海这里的顿挫感 这样我们的视觉 就会被拉开 近和动 长和短 这样的一个质感对比 在刘海笑长的这边 我还做了一片断层的处理 是制造视觉 在主页有挂尔 支性短发的合集 也有质感结构类的 短发合集 而这一款是为 跟大家分享一些 创作灵感和分区的要点 希望你有收获